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 要送礼的月饼你买好了吗 最近高比工厂的这个产线 我真的是忙翻了 这一则的报道 我们要带你去直集 在台中的这一间芋头酥工厂 才能全开 一天可以做五千盒 而且光是靠中秋节 它们一个月就能赚进一千五百万 淡黄色芋头酥在烤箱里转圈圈 别看这小小一颗 制作可不能马虎 一块块芋头堆成小衫 排队进烤箱做桑拿 再加进奶油跟糖 快速搅拌进机器 一坨一坨芋头馅 跟着输送袋排排站 馅料完成了 但关键在这边 饼皮好不好吃是重点 工作台上是付各个快手 熟练抓起饼皮 先擀上一次卷起来 再擀一次 就是要制作出酥酥的千层擀 再像拉小提琴一样 分割饼皮压平才能包入主角 芋头馅 接下来这个步骤是最难的步骤 因为必须要两手并用 透过左手进行旋转 右手虎口的部分 来进行缩口饼皮 才会完整完成一颗芋头酥 真的是有点难度 我试了好几次才成功 前端自动化后端还是得靠手工 不止芋头酥一年年产量百万颗 其他产线也全开加紧赶工 就是因为中秋节就快到来 小酥饼的产量一天就能达到五千盒 我们陆陆续续都有收到一些中小企业 跟一些上市数学公司的订单 那所以现在的产能就比平均多了五六成 光是中秋节档期 单月营业额就破一千五百万 还外销到每家日韩澳 不过都无法跟超爱甲饼的台湾人比 一年一收来算台湾市场一年就能滚出七千万 有有有想要买宋仁 因为网路上有很多人推荐 挑选一些糕饼啊什么饼铲之类这样 对可以送给朋友 台湾人厚累个性爱送礼 也让食品厂不断想办法推陈初心 不管是打在地食材入酥饼 还是用漂亮穿花造型吸睛 毫无疑问这块大饼市场只会越来越壮大 东森产音新闻王家洪章亚军台中采访报道